然後叫Alson什麼東西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人工編輯的list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讓別人送 pull request 之類就好了 就不用一個資料 好,那我們正知道了吧 對,好,那個 那個,感謝大家,我時間很短,我就趕快講 就是,我們這是一個暫定的名稱 然後主要寫G0VT案我也會的原因是因為 想要讓自己比較不會太緊張 那大家好,我是寶博士 我們也都知道最近就是在總統大選上面呢 其實有出現很多戲劇性的新聞 包含有些人哭了,有些人煮了 有些人煮了,有些人煮咖啡 那事實上最近呢 又有因為某一些人患上來,某些人被患掉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總統大選政見承諾依然表 這件事情上中間有某一個人基本上是空的 你現在看到,你現在看到他的政見 其實他實際上的新聞來源都是洪秀柱 那另外一個層面來看 我們其實也看到很多新聞媒體 大家在討論或者是我們市井小民在討論 其實在討論咖啡 或在討論小豬 或在討論一些相關的東西 其實討論的比政見本身 或是台灣接下來這十年應該要往哪裡去 還要多 所以其實我們就有一群人呢 希望能夠透過一些更戲劇性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網路的直播的 找一些意見領袖來詢問他們對於台灣下一個十年 在各個領域上面的一些想法 來提問 或者是來讓這些證券候選人知道 他們也許可以參考 所以我們其實事實上呢 這個團隊目前已經一小部分成型 我們會找柯文哲來談醫療 找郭台銘來談產業傳新 然後 好 那目前有這個Live House Inc的加入 有錄主播 有吳一文 然後有我 然後有Mario 有報道者的這個鐵字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selectbot 那我們其實想要參考一些國外的一些這種 比較正經形態的一些專訪 希望讓一個夠有魅力 夠有學識的主持人來訪問一些 在這個社會上具有領導力 在某些議題上具有領導力的人 那我們也參考了一些國外的一些 新的形態的一些訪談 我們希望能夠結合一些影音的一些技術 來讓這個訪談可以變得更酷 在後面呢 我們希望可以結合一些 數據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日本的一個Mindworld的一個計畫 然後他們其實就是直接的把這個 Twitter後面的這個 Live的這個Tweet 直接呈現在這個名嘴或者是意見領袖的背後 那其實是蠻酷的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我就沒有辦法完全的放給大家看 我會把這個投影片上網 然後呢 所以呢我們希望有一天呢 我們可以在電視上看到一個直播 它的正前方呢很可能是 總而言之呢 它的正前方 它可能是一個多層次的一個直播 那它的中間呢 可能是這個名人 或者是主持人 或者是意見領袖 甚至是總統候選人 那它的背後呢 我們希望能夠有Police這樣的一個平台 在背後可以讓人家 直接透過這個 穿透這個影片 直接做點選跟投票 那正前方 這個候選人 或者是台上的人 可以 再用他的手來 把玩一些視覺化的圖表 大家可以到這個 P5.js上面去看一下 相關的範例 感謝大家 謝謝 希望有一些 比較熟悉Police 或熟悉這樣的議題 的人可以來幫忙 感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所以專案送給阿田喔 對我知道 謝謝 我們回去五文 那我們今天的提案